嗨嗨嗨 墾州說說今天來到第13集 目前墾州說說大概就是三個部分 一個是我認為不錯的音樂相關的知識 或者是一些道理跟大家分享 第二就是下海來解答 就是解答一些有趣的留言或是問題 當然是音樂相關的啦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找人一起聊聊天 討論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觀點也不錯 今天特別找了苦瓜老師 來聊聊他的人生的奮鬥 以及算是一部分口述歷史 因為他出道開始做場的時候 樂戰都還沒結束 嚇到了吧 透過他介紹他的工作的經歷 也順便讓我們看看 而70年代的台灣的音樂產業 80年代 90年代 到2000到現在 那剛好他過去四五年我們一起在 流行音樂系教課 所以最後會提到一點點 台灣目前流行音樂系的教育的現況跟感想 也是其實是因為每次我們一起坐車的時候 他都很樂於分享他的故事 我有些故事我就靜靜的聽 聽到傻掉 覺得哇實在嗨精彩 這一定要把他記錄下來 變成檔案 千萬不能失傳了 所以就在他今年 就是停止去教樂性樂系 那可能有一點點退休打算 然後回去美國退休之類的 之前 我就邀請了他做了這一集的節目 那節目內容比較長 我就不像用網路習慣的那種長度格式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的東西都蠻有意思 而且很寶貴 我就把它拆成兩集 然後長度有一點點長 那大家可以分段的聽 不過我覺得應該一次就會聽完 因為真的是蠻精彩的 那我們就來聽聽我們訪談過程的內容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苦瓜老師來上我的節目 那其實是因為我跟老師一起去台南教課 常常交通上老師就跟我分享他以前的故事 我每次進程車上都不講話 我都聽你們講 就是我覺得這太酷了 就是這次是一種口述歷史 就是你在看一個節目的感覺 我覺得這應該很值得把它留下來 所以特別今天就邀請老師來 來幫我們講一講這以前的故事 那我們可不可以從老師一開始 怎麼進入這個行業開始跟我們分享一下 OK 其實我是民國36年生的 所以也就是1947年生的 所以我現在算起來應該是73歲虛歲 73歲 看不出來老師 年輕 那我從20歲就開始走入這個行業了 那頭尾走了已經52年了 52年 52年這個行業 對 那我是19歲開始學Guitar 那我20歲就做職業樂手了 那在那個時候是因為大環境的關係 因為以前的音樂比較簡單 而且比較缺人 沒有這些人 就是70年代的時候 對 那時候就 只要你跑到那個有樂隊的地方 每天坐在那邊聽他們演奏 然後就是 久了就熟了 就是像以前說那個戲棚下做酒 對對 你就上去這樣 然後就在那邊認識他就拜為師 然後就慢慢就踏入這個行業了 之前也是一個老師跟我說 以前是我們是沒有錢讀書喔 才去做那個賺錢 現在都是有錢小朋友去做那個 對對對 很有意思啊 那我會彈吉他 是因為我在19歲要考大專的時候 之前我是不會音樂 那我因為考完的時候呢 我父親就 我就跟我父親妥協 我本來是跳成干調的 那時候剛剛有那個玻璃纖維乾出來 我就跟我爸爸商量說 如果我考上的話 我要買玻璃纖維乾 他就說好 我在那個等放榜的時間 我一個偶然的機會 到了一個市場去 聽到那個電吉他演奏 我就跑去看 哇我好奧奧集喔 就那個時候他們在演奏 當時流行的那個Ventures 投機者 投機者 我剛談的時候我爸解說 你要彈這個才對 對那個是50年前的 50年前音樂 對對對 那我就很好奇 我就改變主意了 就跟我爸爸講說 我考上 他答應給我買玻璃纖維乾 所以你買玻璃纖維吉他嗎 難怪老師後來彈Parker 是不是有那個小時候後來的 沒錯沒錯 開玩笑了 後來就是拿了那個 他買那個玻璃纖維乾的那個錢 那時候玻璃纖維乾很貴 7000塊 那時候我爸爸的薪水只有3000 我們就養全家了 在那個時候 對 那他就給我了 給我的話 因為我買不起當時的什麼Fender 那時候已經有Fender了 買不起我只好去買那個台灣做的 台南他們做的一家 他們叫ONQ 更早 更早 他那一把吉他我還記得好像900塊 對 我就把那個錢買了 Amplify好像是800 那我就買了兩個 三個Amplify 兩個Guitar 一個Bass 就拿7000塊 就沒有在撐杆跳了 就不跳聲不跳撐杆跳了 偶然去了市場聽到吉他聲 就被迷住了 對 我就喜歡那個 這是因為我在考聯考之前 我犯了一個錯誤 這個是一個 一個說不完的一個故事 就是說 我犯了罪 結果我進了監獄 真的喔 進入監獄以後呢 反正這考述歷史 是不是方便講一下細節 喔 細節是就是我在高中是 其實是太保 喔喔喔 南國老師特別親切 特別親切 那太保的時候就 我有太保的同學嘛 他就在一個偶然的機會 我們坐計程車 對 那他 他剛剛 就臨時起役吧 身上有刀子 就去搶進程車 搶進程車喔 對 那那個時候搶 進程車已經錢那麼少了 來搶他 可能是 那個時候應該會 應該要計畫一下 找有錢一點的嘛 應該會死罪 因為我不知道還要做什麼事情 那他會死罪喔 那個時候是死罪 搶劫是死罪 哇重罪喔 那因為我們沒有搶成功 沒有搶成功 沒有搶成功就是 我們在進行這個犯罪的時候 已經 巡弱警察帶到了 對 那 後來我媽媽就花了很多錢 花了很多時間 把我保出來了 對 那我經過監獄的這段洗禮呢 我的身體就有一點問題了 就是 所以本來是選手 體力很好的 選手 你知道進去就是愛扁嗎 就是 反正有他們的規矩 跟那個 對 那老師進去 就是深造多久 就 進去差不多 四個月吧 大約四個月 我媽媽就把我保出來 因為還沒成年是不是 那時候 對還沒成年 對 為什麼那麼熟 因為我以前很多朋友 那時候是 相關產業 高二 18歲 那我一出來的時候 我就 不好意思 我就跟我父母答應說 好 我考你很考 結果因為每天讀書嘛 就突然間得了頭痛 讀書真的很頭痛 就變成失眠症了 失眠症的時候 我就是因為失眠 又看到市場的那個 吉他樂隊 我就買了吉他 我就每天幾乎沒睡什麼覺 就一直彈吉他 也是這樣子 一種出口 對 撫平你的所有的那個 對 其實也是耶 我高中 就是找不到人生方向 因為跟朋友 就是也是 不是很上進的朋友 但是其實夜深人靜 就會覺得自己不應該是 然後我也是一直彈吉他 對 有時候就一直彈 我就記得有太陽彈到沒太陽這樣 沒幹嘛 就是彈莫名其妙 回想很好笑 但是他就是一個讓我覺得平靜的 現在有時候性情反而也是戀情 對 老師應該也是 真的是很有緣啊 對 真是 那個那個 我在那個年代是沒有這些教材 就是在整個台灣 那老師是怎麼學習的 因為我到那個 有一個叫中央樂譜社 他是專門是代理日本的樂譜 是 我在那邊買到一本叫做柬埔日門 怎麼去看柬埔 怎麼看柬埔 怎麼看柬埔 1230這些 對 然後有一個人叫蔡隆吉 蔡隆吉 你們也不認識 他是第一個人去寫投機者的譜出來的 是 那以前有一個最老的一個吉他band 他叫做陽光和尚團 陽光和尚團 他是台南 那我在他那邊買到一本叫做火星吉他教材 他那整個教材是用手稿寫的 用手寫的 對 手寫 然後再拿去大概印刷一些 沒有影印機 他就大概去訂成一本一本這樣子 出來這樣子 那我就買了那本就開始學樂禮了 學過一陣子 我就發現 我不知道有即興這個事情 我在一首曲子裡面發現 有兩個樂隊做這個曲子 間奏不一樣 那時候我就去找載黑山 載黑山去學載黑山 第一個從伯克利回來的 第一個從 那個時候他還沒去伯克利 那時候還沒出 還沒有 他那時候還年輕 我已經講到太後面的集了 對對對 這個還在前面 載黑山的如果以現在來講 跟他最久老師 學生應該是我 真的 對 因為我找他學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一個月一千一百塊 一百塊 一個月 當時一碗面是多少錢 因為那個時候大概五塊 五塊 好 那我知道 這是我們那個 都用面來單位就會比較 對 大概是五塊錢 那我小時候面是二十塊 那時候就知道時代 大概是九零年代多這樣子 那時候 翟海山他也寫了一些 像The End of the World 一些很老的 七年代的一些曲子 還有和弦 他那個也是用手稿寫 因為沒有印刷 也是寫得很漂亮 那我也買了他那個書 那我就去找他上課 那我找他上課的時候 我第一堂課因為 我在基隆讀海洋學院 是 我就miss掉了 第一堂就沒去 對 第一堂就 他就時間過了 那我就第二堂 我為了怕遲到 我就睡在台北火車站的後邊 所以你就從基隆先回到台北 台北火車站 老師做事真的是很有 所以那個很小的房子 裡面還有蟑螂 那時候一個晚上好像 好像是車站那種便宜的 對對對 很小的房間 那個大概就 是五十塊錢還是多少 我記得反正很少 就是可以讓你住一個晚上這樣 那我隔天就去上課了 現在都變成漫畫屋 就是他那個小包廂 他可以看漫畫 在那邊睡 然後又洗澡這樣 類似類似 對 那我就去 就去上課 他就給我集信 他就告訴我 這叫燃調 我就拿了 所以我總共跟他上課 只上了一堂課而已 只上一堂課 後來兩堂課我就沒去了 我就自己練了 在家裡就自己練習 他給我的資料 所以他上一小時而已嗎 他是一堂一堂課 一小時一個禮拜一堂課 然後都規劃好要講什麼 對 一個月就表示一堂課是25塊 一堂課25塊 那一個月100塊 我第一堂沒上到 我上第二堂課 所以我後來有成為他的樂隊 他有組他的樂隊 我一直以為他就是專研樂理跟教學 他是後來 後來到伯克里去了 去伯克里專研究樂理 那我也後來有時候 兼做他的學生 還做他的樂隊 我剛剛提這事情 當然他不記得了 所以真的上課只有一堂課 就有一堂課 我印象深 對 那我就開始練那個 藍調就是即興 對 那老師記得他教什麼嗎 他其實他也是 因為他教一堂課 老師就可以練 就是很厲害 沒有他就是藍調的那個 十二小節 那個音階和和弦有沒有 他就說你就用這幾個音 開始做即興軟彈 那我就抓了我一個同學 我就教了他和弦 叫他幫你刷 他幫我刷 我開始彈這個 練習即興 那我這樣隔了沒多久 我就到台北來 因為我住基隆 那我就去找音樂教室 老師是基隆人 我是高雄人 我是考上海洋學 那住在宿舍 那我就跑到中端北路去看看 看到這家音樂教室 我就跟那個老闆講說 我想來當老師 他就說那你彈留情 我就彈投機者 可以啊你可以 以前真的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我的第一個學生呢 是洪小喬 老師之前還幫他做演唱會嗎 對 就是那個帽子神秘神秘帶滴滴的那個 對 是我上台灣音樂史 然後有講到的人物 所以我才知道 真的 早期的 對 那我其實 他跟我講說 我教了他只有一堂課 還兩堂課吧 我忘了 但是我因為 教了一兩堂課的時候 因為他也是個天才 他是靠感覺在彈琴的 我說 我可能不太教你 其實我們都是年輕 那可能就 也下完課去西門町 植物園去那邊逛來逛去 這是約會嗎 對 剛剛開始 對 後來沒多久 後來沒多久 我就接到朋友的寫信來說 誒 誒誒 你快點回來高雄 因為case好多 就是那時候還在打越戰 70還沒末 快80的時候 對 大概再隔了一兩年就結束了 但那時候他就還在打越戰 那越戰他就會一定要把那個 休假的兵送到高雄港 高雄港整個七千山路 到七千山尾巴那邊有個 就是士兵俱樂部 叫做 士官俱樂部叫做 海龍 Sea Dragon 那個地方 那時候就一大堆party 靠近那個碼頭那邊 就有一個飯店叫華厚飯店 他就專門就是 所以就是一個酒吧區 他也是算一個大飯店 但是他地下室就是Pub 就是美國人 他就 招待那些打越戰的美軍休假的 對 那時候因為我們做英文歌 就做以前那個Top40 以前那個什麼 Bearball那些歌 所以我就在那邊 70年代 可能是木匠兄妹 木匠兄妹 那是還後來 還後來 對 那個時候可能 是一些鄉村歌 對 就是Hacky Wellington 還有最新可能是 Ley Zablin Ley Zablin 對 大時的流行 剛剛出來 Ley Zablin跟Deep Purple 還有就是 那是音樂最好的時候 有一團叫 我忘了他叫 就唱 War 戰爭 War We got it 就是一個也是 我們就是練那些歌 配合那些 老兵 那些兵 對 看客人 我做了一陣子 因為當時是高雄 是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到台中的時候 是台中是空軍的氛圍 就是美軍的空軍 他們就 在台中 清錢崗那邊修來 那那個台中呢 他就在那個五泉路 跟大雅路那塊 有元帥飯店 華國 還有就是 藍天使 那我就到 去藍天使去接工作 那我那時候就組團了 就整團到藍天使去 所以就是回去高雄做唱 去 台中 台中 那個那時候高 高雄是 等於是海軍吧 對 因為剛剛是說 高雄朋友打電話來 對 我就回去 高雄做了一陣子 嗯 做了差不多到達二十 做了兩年吧 兩年 二十二歲 我已經組團了 我聽說好的時候 做廠都可以買好幾棟房子 光是靠做廠小費 那個時候都 會懂得理財 現在都已經 包出功了 都不懂得理財 不過老師 老師還是很好很棒 對 最後我們又轉去台中做 台中就是空軍了 對 我在台中也做了快兩年 我就又回來高雄 回來高雄沒多久 台北有一個樂隊 是很知名的樂隊 叫薩西米 薩西米樂團 翁笑良以前當過他吉他手 是 還有陽光 以前陽光就是吳聖志 可是老師認識吳聖志嗎 我跟他很熟 他是那個早期客家的音樂人 對 他是一個天才吉他手 非常代表性的 對 很天才 那我到了薩西米 因為薩西米對我還不錯 我就住在他家裡了 他有很多譜跟很多黑膠唱片 他就隨便我在那邊聽 看的譜 譜大部分都找菲律賓寧寫的 所以蠻準的 有的是從美國買的原版 對 他做的音樂比較新 那因為我爸爸來找我 那時候已經24了 我爸爸就找我 就是一定叫我去跑船 要去 因為我讀海洋學院 我一定要去 有畢業 有念畢業 後來畢業了 就是一定要半年實習才能畢業 我爸爸就跟我商量 就是叫我聽他這句話 我就把這個工作偷偷的辭掉 我找吳聖志去 打吳聖志說 欸 薩西米叫你來 他說真的喔 好好好 結果其實薩西米他們都不知道 最後我回來的時候他講說 媽的你跑哪去 薩西米還馬虎聲說 你走來做什麼 你不是你叫我 你叫我看過腳掌嗎 這樣子 就那陣子的故事 後來我跑了兩年的船 有到日本 韓國 是跑遠洋的 以前的船因為是 不是像貨櫃 所以他在一個地方最少都停 差不多十天 兩個禮拜 因為他要卸貨嘛 還要裝貨 那以前都是bomb嘛 就是那個吊桿 咚咚咚咚咚咚咚 吊貨 是貨運的 就是貨櫃的船 貨櫃的 不是像現在就是一個一個一個貨櫃的 是以前是因為 裝貨卸貨 所以一到日本就會休息 所以就是我跟二夫兩個單班嘛 那我就會跑到你們去看日本的樂器 然後日本的表演這樣子 也到過泰國 七零的時候日本應該 其實正要複輸了 對對 他們的音樂就 其實他們很 從24年開始就很西化了 就是靠比美國 對 做得比較比我們還早 做得還很好 韓國什麼我都看了 對 那時候我就 那時候韓國還不行 對 那時候還不行 可能連泰國都不如 泰國以前還有 蠻rock的band 泰國現在聽說非常地好 很好 我一個泰國吉他手朋友 我每次他來翻譯 我都幫他翻譯 幫他翻譯 然後跟我說他們曼谷 現在有五六間爵士大學 校園裡面有賣鹹的販賣機 古棒的販賣機 就是很多人在做這個 對 我也買了一張泰國 現在都不見了 就黑膠 他們當時最紅的那個 rock的band 也是非常地棒 對 那我做完兩年以後 就下船了嘛 下船 因為我喜歡音樂 所以我又回到音樂的這個行業 我就 就不想跑船了 對 我就憑我爸爸說 我要 所以海洋快枯竭了 要考什麼 考大副 其實我都沒有考上 就是讓我去混 那我就 初期的時候 就到舞廳 舞廳裡面 也是組了一個樂團 沒多久呢 就快80初 對 80初 舞廳是不是就是 歌都要加30速度 就是要很快 對對對 然後客人有的點歌 點了就有錢 還有唱一半 就跟他拿走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 剛好美軍 他們掃了一個吉他手 美軍俱樂部的 美軍俱樂部好像都是菲律賓 對 然後有一些樂手後來有留在台灣 對 他們有留在台灣 那個鼓手是領班 Romi Romi 現在我有時候 之前幾年還有看到他在做 沒有 這個Romi 我那個Romi已經掛了 我看到的是另外一個Romi 他是鼓手 他有做過一屆的亞洲鼓王 他是菲律賓人 亞洲鼓王 當時是有比賽 還是 當Beats雜誌有沒有 當Beats雜誌很早就有了 當Beats雜誌 他們有做一些評估 他在日本 那一年被推崇 那一次的 那一年的鼓王 他就是黃老師的老師 黃瑞峰的老師 難怪 Romi 就是黃瑞峰老師 那我就去征選吉他 他就拿譜給我看了 我被選上了 那我就跟他做 做了差不多快兩年 美軍撤退了 越戰結束了 完全結束了 那我接他那個工作 也做了快半年 就後來他走了 他兄弟是一個在台北 一個是他在高雄 然後他的弟弟就是 在台北的這種美軍俱樂部 六三在那邊當領班 他就跟他講說 美軍要撤退了 然後他叫他到台北來 然後他把六三的位置 要準備讓給他 然後他要去加拿大了 因為六三也會關掉 對 那他就 他就來到台北了 他還打到風聲 就是說高雄的 俱樂部也會關掉 對 我是後來他走了 走的話就變成我接 那我接的時候 就不是薪水了 我是part time 就傳進來 那我做一次美金100 以前美金100是4千 4千台幣 我印象中就是 我們當時在做的時候 一場只有200台幣 就Party 上街去做一個Party是200 那你想4千的話 我朋友找一找 我一個人就還撈3千 反正就鼓手了 什麼這樣子 那平常我們就是 有空找到 船一進來 他俱樂部的人 就會打電話聯絡我 這樣子 我也是做了一陣子 後來就關了 關的話 我自己到外面去找餐廳 那個餐廳叫海灣 我就跟那個老闆 跟他 勾學 就跟他談條件了 我說 你一個月做得好 他說 我一個月做80萬 我說這樣子 如果我幫你做90萬 你就給我薪水 他說好啊 他說 他問我要多少薪水 我說那我要5萬 就是說我幫你找樂隊 幫你弄節目 我把你弄起來 後來做了100多萬 他就固定給 他賺很多 還是給我5萬 很有氣魄的感覺 後來沒多久 老闆來找我了 農民君 提米黃明正 以前也是一個 他有上過downbeat 還有在美國Jazz 他彈吉他是不是 彈吉他 我知道 偉盛老師有介紹過 對 他後來是改彈鋼琴 他好像後來去LA是不是 對 胖胖的 他娶了日本太太 然後呢 他就跟他來找我 我嚇了一跳 因為他是我偶像 要不要來台北 哇當然好啊 所以我就把餐廳的工作 就交給我的貝斯手 我就來台北了 從台北 我來台北是29歲 29歲 我就進到新傳俱樂部 然後我一來的時候就 就一帆風順的啦 結果一來的時候就 因為我跟得多菲律賓人嘛 Terry Lomi 還有Burr 以前當年都蠻有名的 Terry是小喇叭 Burr也是小喇叭 還有Lomi是鼓手 Timi是鋼琴 老師我記錯了 那個我記得老師叫Remi 是彈吉他的 那是Remi 我記錯了 他是馬來西亞人 對 他也離開了 離開台灣 他跟我歲數差不多 我現在在講都是 大我10歲以上的人 更長輩 更早的 後來我就 很順利就進到華市 又進到台市了 那就是公務員體系嘛 當時 考進去樂隊的 那個是 你一進去的話 你會覺得是一個很安穩的工作 因為那時候這三台 30多歲 對 我30歲進去 後來我大概沒多久 反正我也有開始做演唱會 也有做當時羅大佑的 後來齊琴 齊琴大概在冬季的時候 因為齊琴 以前有一個歌手叫李肅權 李肅權 炸猛 炸猛 李肅權 他也是稀里糊路的 拿了Demon去找李宗盛 結果全部都英文歌嘛 李宗盛當時是因為 沒有國語歌不行 他就找韓正好寫了兩條歌 一個什麼 回 你根本什麼東西我忘記了 其他英文歌 因為以前你做那個片子的時候 你要跟中盤商要交換 他就換給他 沒想到他紅了 他開演唱會 開演唱會 我也去做了 我就跟著 當時第二吉他手就是齊琴 齊琴本人嗎 齊琴本人 去當樂手 對 他去當Rhythm Guitar 我才認識他的 就是我彈第一把吉他到第二 然後才認識他 後來我們做完 我們就秒數散了 那我在台四 老師你台四是上班 每天要去 不是上班 然後週末再去做演唱會 台四他是這樣子 他是演唱會可以請假 錄音也可以請假 找代班就好 他只有做白天 其實只有幾個節目 就是綜藝節目 你不能離開 那個時候綜藝有什麼 提醒會 有啊 有那個 以前就是 就是一些老歌手有沒有 唱一些老歌嘛 很老 那我現在想不知 類似那種什麼美麗的聲音 小調歌曲 對對 一些那些 對 還有就是五燈獎 五燈獎那個時候就有了 對對有 幾個節目你一定不能請假 幾個期啊 可以可以請假 然後我就做了一陣子 做了一陣子的時候 那我們晚上都散班嘛 都是散班 那我台四呢可能就是 也離開 離開的原因是因為我去做節目 就有製作人找我說 你過來做一個節目叫快節奏 就組個樂團 就是像音樂總監這樣子嗎 對對對類似就是說 你去負責找樂隊來 然後我們做兩種音樂 一種就是以前的那種樂團 現在是搖滾樂團 改編一下這樣子 結果我的臨班就把我開除了 因為你做有點 我還曾經就說 就像競爭對手一樣 這邊彈完了 快點換衣服跑來這邊來彈 又再跑過去 換攝影棚是不是 對 在同一個棚啦 但是就兩個地方 那臨班他也不警告我 我都說你再這樣我就把你FIRE 沒有講 就把我FIRE 我後來為什麼 為什麼又回去呢 因為換總經理了嘛 總經理換施用貴 總經理就把他找來說 我現在來接總經理 我聽外面說 我們台四樂隊是三台裡面最爛的 我給你一個月換人 你不換人 我就把你換掉 結果他就來找我了 所以我又找我 找瑞德 所以老師是因為 跟其他台灣本土 就是樂手有點不一樣 是老師經歷很多這種 美軍俱樂部的老師 我的差別 所以你會的東西跟他們 就是算蠻稀缺的在當時 對 因為我在24歲的時候 我就開始 在美軍做的時候 我就開始練協譜了 開始讀譜了 那我去考試的時候 我去 因為你到電視公司 他一定拿譜給你看的 他不是叫你用聽的 他一定就是補給你 叫你把它彈出來 那我可以做到 所以我就也進了樂隊 那因為我有彈英文歌 所以我彈就會 比以前傳統那些吉他手 味道會比較洋化 對 所以我就被很lucky的 就進了 我一進去做了 做就做了好多年 我也忘了我幾年 後來餐廳秀起來了 我到處都餐廳秀 八零末九零初 對 那剛好齊勤他 做了那個什麼歌 九匹狼 九個太陽什麼 我忘記了 是這個電影嗎 什麼七匹狼嗎 不知道 就是他有做他的第二張 他來打歌的時候 看到我 牙口 是牙口之前 牙口 對好像是在那裡 他就跑來就 因為以前我們是做那個 李宿泉的樂手 牙口 對 來來來 因為他以前是你的那個 節奏吉他 對不對 然後他就 就說現在他要做新專輯 找我來 我說 我說我不會製作 我也不會作曲 沒關係 你就反正來 所以老師那個時候都還沒有摸編曲 因為很多人知道老師是編曲或製作人的身份 我是後來 對 那我做完 因為中間發生了意外 就快做完的時候 我有兩個女兒 有一個女兒意外了 意外跟我離婚有關係 沒有人照顧 對啊 兩個女兒跟著我 有一個女兒就意外 意外的時候 我就把那張專輯做完的時候 我就離開台灣了 我一離開台灣就 老師那一年是幾歲 應該也 三十 三十 大概三十六三十七左右 是 三十六三十七 三十六三十七 就離開台灣就不要做音樂 就沒有做音樂了 我到美國去 我就 我還有做啦 就是做Party 可是老師就是 就是因為心情上 對對對 就是那是打擊滿大的 可能有點自責 覺得太忙 對對對 打擊滿大的 那我到美國去 我有去考 保險執照 就是 就是 我對老師的印象就是 老師非常的 就是有韌性 就是在哪裡就是 他就是可以弄出一個自己的那個 沒有 但是那些都工作是被逼的嘛 你還是喜歡音樂嘛 因為你還是為了生活 那音樂已經讓你 有一點點感覺沒安全感了 嗯 當時就有嗎 當時台灣這麼好 當時 當時是還好 但是那時候只覺得說 因為也有一些朋友 比如前面有談好 但是他轉韓了嘛 他去做生意發財了 有啊 有的發財 台灣正好做什麼都好 對 那就是哇 那我們雖然錢賺很多 他更多 對 那你就試著轉韓 但是 還是沒有成功 因為 不屬於那一塊的人 你硬做 你還是做不起來的 可是做起來不快樂 也做不好 對對對 那我就還是一直撐到 然後我拿到美國護照 所以已經事實出頭了 聽老師一路從70年到90年代出 台灣音樂產業最好的時候 他離開了台灣 是不是覺得又傳奇又精彩 這是 一定要期待一下下禮拜完整版 一直講到2019年 可能就會說說 我們下禮拜見啦